电商购物节确实是在两岸掀起了购物的热潮 为台湾带进去很多物美价廉的大陆商品 买跨境和买本地一样的简单的购物体验 也受到非常多台湾消费者的肯定 大家可以猜一猜今年台湾民众买的最多的商品是什么 是服饰香包 其中行李箱成了今年台湾消费者的新进的爆款 我们很高兴看到蓬勃发展的大陆电商市场 为台湾民众搭建起便捷实惠的购物通道 也为两岸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业态深化合作 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 来享受安全快捷便利的在线购物的环境 我们也希望那些买了行李箱的台湾同胞 能够来大陆这里体验线下的购物 满载而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